中国体育在今年迎来了大丰收,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奥运会比赛,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得非常出色,中国跳水队更是横扫七枚金牌,中国跳水队阵中有一位年仅14岁的跳水天才,他的名字叫全红禅,全红禅在今年的大赛中一泡而红,凭借出色的表现,打破了世界纪录,拿到了奥运会冠军,拿到运会冠军之后,全红禅又跟随广东体育代表团参加了陕西西安的全运会, 在全运会的赛场上,全红禅同样表现得很出色,一共参加了两个项目,在这两个项目中全部都拿到了冠军,再次书写新的记录,年轻的全红禅小小年纪就站在了世界之巅,真的非常厉害,全红禅拿到全运会的冠军之后,四年之后全红禅将会主场作战,因为四年之后的全运会将会在大港澳湾区进行,近日,全红禅和广东跳水队的运动员一起拍摄了宣传片, 这已经不是全红禅第一次拍摄宣传片了,在宣传片中全红禅词念得非常溜,看得出来,小姑娘现在的进步非常明显,全红禅在宣传片中表现得非常淡定,她表示在港澳湾区等着大家来,经过全红禅的宣传, 相信四年之后的全运会一定会更加引人关注,因为全红禅本身的名气非常大,再加上大家都非常期待全运会的赛事,所以经过全红禅宣传之后,这届全运会一定会成为焦点, 全红禅在参加这届全运会之前,还将参加多项大赛,比如明年的世锦赛以及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, 大家非常希望年轻的全红禅能够在这两项大赛上,在揭赛力取得好的成绩,对于全红禅来说,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, 希望她能够继续努力走得更远,在未来拿到多的好成绩,全红禅是中国跳水队在今年培养出来的一位天才少女, 小姑娘虽然年纪小,但是在跳水方面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,相信随着全红禅在跳水方面越来越努力, 她一定有机会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继续书写新的记录,期待全红禅创造辉煌,成为中国跳水队新的领军人物。